第1个,它题目有说明 比如说我以那个102这一题来看 它说它要的这个 它的 module 名称就是 PYA102 所以你就是 把这边 第1个,请你先开一个新的 新的什么,新的project 这个project 名称的话 H名称我这边是取 因为这个制造名称叫 TQC Plus 你可以取这个名称 TQC Plus 然后也是一样,这边改一下 3.6,然后 create a source 再来的话呢,你就在这边 src上方,new一个什么,module module的名称的话,name 我们就取跟那个题目要的 PYA 题号的话102好了 102你就按一个finish 就把它打开 那就把那个题目给做完 做完里面题目大概做出来 类似长这样子 我先试一下给各位看 其实总共就是这几行而已 然后呢,我把它执行一下 那输入的话,输入什么东西呢? 输入的话,这边有看到 这输入这些东西 我先把它Ctrl C好了 然后这边的话输入 把它输入上去 那你可以自己敲了 Enter 输出,有没有看到 这个是输入的东西 这个是贪要的结果 如果你输入这些东西 可以看到这个结果 那表示你是做对的 应该可以看懂这意思的 所以基本上输入输出符合 那另外就是上面东西 请你自己想想看 因为如果你今天会的话 你应该也会 它其实主要是什么? 输入四个词嘛 对,输入的话呢 用input的接 eValue去转 转完之后的话 因为它开头一定要有这个符号 所以头尾有符号 那format呢 因为会有两个东西 所以特别主要 不是只能放一个大瓜糊 你可以放两个大瓜糊 甚至你可以放三个大瓜糊 如果你有两个变数要格式化的话 你可以中间加豆点 OK 所以基本上的话 因为它要七个字 所以这边七个字 这边七个字 格式化 刚刚好像有讲到 OK 这就一直像这样子 那如果像这些实在不会的话 网路上找一下应该有答案 总共会有十道题目 就分别先把它做完 PYA101到PYA110 先做完 会不会太多 真的喔 那不然做双数题好了 好不好 双数题 102已经有答案了 对不对 所以这题扣掉的话 只有四题而已 OK 可以吗 OK吗 就四题 你们反正就花一点时间 就熟悉一下 如果你这个熟悉后面再弄Python 你会觉得弄越来越顺 而且你会越来越喜欢它 有喜欢到吗 有吗 有那种感觉吗 我是觉得还蛮好玩的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到时候的话你就怎样 先把它存起来 存在那个低碟底下的那个Warspace 那就先做完吧 如果说做完之后你要备份的话 你就把Warspace的目录备份起来就OK了 因为以后我那个Warspace的目录 你可以跟着你的电脑 你可以在任何地方你把那个Warspace 复制到同样的低碟 它也是同样可以把那个Warspace打开的 所以我觉得它的好处 Euclips好处是做那个专案管理非常方便 那如果其他的相关的开发环境 我是觉得可能我也用不习惯 用来用去感觉这个环境是蛮OK的 那剩下的时间的话 给各位就是了解一下 那第一个就是我刚刚提过的论坛 你请各位自行再加入 然后我会把今天上课的影片 把它放到论坛里面 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会补充一些 因为明天本来要上课 那没办法如果我们不来这边上课的话 我们可以用云端的方式补课吧 所以我会把我在其他地方上课的影片 也会贴到那个云端上 贴到那个YouTube上 就是论坛里面 然后你们再自行观看 好 好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